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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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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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同生开口为这个地方 我们同生开口来祷告 我们同生开口 救主的宝血涂抹之盖 救主的圣灵的火来焚烧这个地 让这个地方的百姓能够洁净 能够来回长来归向主 同生开口来祷告 让圣灵的火在我们当中 阿里亚主 我们感谢祢 让圣灵的火就充满在我们当中 让圣灵的灵的火就来焚烧 让我们炼净我们一切不邪 一切的不义 主啊 让我们都回转能够归向祢 让圣灵的火来 圣灵的火吹遍我们的全地 让我们这片古地 让我们能够得救 能够得见祢的光 主啊 求祢的圣灵来引导我们 主啊 我们需要在祢面前 主啊 不断的认怯悔改在祢面前 主啊 求祢养起祢的脸 观众们 使我们的百姓能够来回转来归向祢 现在我们的感谢 现在我们的赞美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请牧师来带我们祷告 主耶稣用我们的心再次来思想 我们生命要被烧尽的感觉是什么 祢已经把这祭祷换换在我们当中 这心像之祭祢是祢为我们预备的 耶稣基督祢完全了 但是我们在祢面前再次说 我也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祢 我们在献给祢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到底我到底献给祢是什么用途 你说一个贵重的器皿 一定是在这世代里面为主祢做最完全的见证人 所以祢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把自己的奉献给祢 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这世代 都成为一个最后世代的一个见证的时候 我们或者是全然跌倒 或者是全然骄傲 或者是全然兴起 那求主祢帮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为这世代祷告 更为自己祷告 方我们所行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能够就成为这世代里面的宝贵的见证 引导我们一下时间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求主祢圣灵在这当中 来完全保守 看顾我们 检查我们心里面 到我们最深处 祢告诉我们说 祢的话 就是像那两刃的见的时候 到我们的最深处 把我们心思和意念 全部都剥开的时候 最说我们到底对或错 帮助我们能够明白 免得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自以为是做很多事情 到后来全然得罪神 让我们一辈子 真的一辈子就后悔来不及了 求主祢引导我们一下时间 让我们在祷告里面 让我们在眼光里面 能够看见神 祢在我们当中 现在就对我们妹妹给说话 谢谢祢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让我们在敬拜里面 都是最美的敬拜 最喜乐的感动 Yes 好 我们希望就说最好的一个感觉 就是你每次敬拜完都有笑容 这是最真实的 最真实的 我们不要敬拜完 来把龙高歌给声 好 好 好 弟兄姐妹 到了圣诞节了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讲一个很特别的故事 大卫的故事 那这个大卫故事太有名了 所以我们就很快的在这个当中来思想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 那我们在生命里面来思想 你不是英雄豪杰 但是你也是一样会出这个问题 每一个人的关键都不一定是美人 有一个关键是美金 有些人是不一样的 有不同的一个障碍点 你为了你美丽的房屋 美丽的位置 美丽的一切 反正你眼中看完美的 你都会去争取 就好像亚当跟夏娃一样 令人越人耳目的 你就会去争取 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一样 有一个人是在情欲 有一个人是钱财 有一个人是在权势 有一个人在为谁当中 变成贪婪的心 好 那我们先来看阿猪英文 让我们进入今天这样的一个经文 嗨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这礼拜经文的进入是在 萨姆尔记下第十二章 七到十节 第二章十二章十七到十 拿丹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人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的王 救你脱离扫罗的手 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 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 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 你若还以为不足 我早就加倍地赐给你 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请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 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 又取了他的妻为妻 你既藐视我取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 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 然后 Nathan said to David 你 are the man this is what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says I anointed you king over Israel with the sword and took his wife to be your own You killed him with the sword of the Ammonites Now therefore the sword will never depart from your house because you despised me and took the wife of Uriah the Hittite to be your own from 是从什么地方的意思 那deliver from就是从哪里解救出来 比如说经文讲到神将大卫从扫罗的手中解救出来 God delivered David from Saul's hand depart from depart有起承离开的意思 那depart from就是从哪里起承 从哪里离开 比如说刀剑必永不离开他的家 the sword will never depart from his house 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经文单字 sword sword deliver deliver despise despise ammonite ammonite 这就是这礼拜的内容哦 希望大家好好练习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Then Nathan said to David You are the man This is what the Lord the God of Israel says I anointed you king over Israel And I delivered you from the hand of Saul I gave your master's house to you And your master's wives into your arms I gave you all Israel and Judah And if all this had been too little I would have given you even more Why did you despise the word of the Lord By doing what is evil in his eyes You struck down Uriah the Hittite with the sword And took his wife to be your own You killed him with the sword of the Ammonites Now therefore the sword will never depart from your house Because you despised me And took the wife of Uriah the Hittite to be your own 好 谢谢 很多人一直看到结果 怎么都没有什么桥段 奉住有时候要休息一下 好 不过重点 我们要看的是里面的重点 在生命里面 我们是怎样脱离 脱离什么 脱离罪 或者脱离戳敌 或者脱离很多很多问题 但是有一件事情 脱离你自我的瑕疵 那我以前在飞机上看过一个电影 因为是在飞机上 所以这个电影你们在台湾看不到的 就是共产党的建军的史诗 那他当我看到一些过程的时候 我心里也满震撼的 就是最后在国共打仗的时候 双方枪都开不下去 为什么呢 因为对方都是我的好朋友 对方都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穿的制服是一样的制服 都是国军的制服 戴的帽子都是国会都是一样的 然后互相开枪 后再在那边喊 你不要 你为什么或者你要开枪 你真的要吗 真的要吗 然后后来没有办法 上面规定了 上面规定了 他们两兵的军官 大部分都是前后期 环埔军小的同学 那个共产党的军官也是环埔军小 这边也是环埔军小的 这样子在打什么 在打什么 连制服都一样 到后来 这个巴鲁军只好说 那我们先把国会拿掉 所以他们帮帽子上面没有国会 但是这样看不清楚 后来他们在手臂上绑着摆布 然后就开始打 然后最后他们说这样不行 再改成换红星在上面 那当我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就是说 这以前都是军校的同学 我就想很多时候 我们都是神学院的同学 你要了解吗 有时候我们是同小组的 在树林里面的门徒 同军校的同学 其实在打仗的时候 情谊还是在 所以开不下枪 甚至我们还可以私下在 有时候他们有几个 除了周恩来以外 其他大部分的时候 还是环埔经校这些干部 那他们还是会接触 他们说 如果我们下次见面 我们可能就是敌人 那我们在喝茶的时候 再想说我们当时怎样 我在想 弟兄姐妹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了解 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愿意 因为上头的规定 上头规定 那上头是谁呢 上头是一个自我 你知道吗 要去杀乌利亚的时候 那些军人 那他们哪愿意这样子 明知道这是必死的路 只好把乌利亚送到最前面 然后 送到最前面的时候 他们要怎样 撤退 撤退 就是要让他死 你知道做这种事情 人的心都知道不对 但是不得不做 只因为上面那个人说 做 做 那今天我们在这世代里面 不要单纯看经文 要知道圣经里面的话 里面的故事里的人心 而这些人心正在描绘出今天的我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 圣经讲说 拿单对大卫说 你就是那个人 什么意思呢 你就是那个人 那个人是什么人呢 好 我们来看 他用了一个比喻 拿单去跟大卫想说 我跟你讲一个比喻 什么比喻呢 一个是大富人家 一个是穷人 大富人家 有许多的羊群 羊群本来就很多了 又再加上许多 那羊群牛群真的很多 然后在养这些的时候 现在旁边有一个穷苦人家 也许就是他的部下 然后他家 全家就一只小母羊羔 然后也许靠这只小母羊羔 他的养奶 然后他们很珍惜 因为靠着他 我们全家都能够得到健康 所以他们就很珍惜这只小母羊羔 然后把他跟家人一起住 一起生活 每天跟他一起玩 也硬着这样子 虽然 所得少 但是他们全家喜乐 那第二件事情 我们来看 有一天有客人来了 到这个大富人家 请问大富人家有没有做错事 没有做错事 所以站在他的立场 兵主警方 也要了解吗 也就是说 我今天不是做坏事 我只不是招待我的客人 然后我的客人看我也没有认为 你有什么做错 只觉得你做得很棒 因为你请我吃很丰盛的宴席 所以在这个主人跟客人当中 一片祥和 请记得 坏事可能就是一片祥和 主人跟客人吃得很好 但是却不晓得 在吃得很好的背后 做发生什么事情 那穷苦人家 唯一的母羊羔被夺去 然后 所失去的不是每天有羊奶吃 失去的是 我们如何珍惜他 全家 只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看待 那这个拿蛋就问大卫说 你看这种观景 应该怎么来 应该你觉得应该怎样才对 这个大卫说非常的生气 哪有这么可恶的人 那这么可恶的人 行这种事的人改死 因为他做事情 做这些事情 没有什么 没有连续的心 没有连续的心 大家了解 也就是说在生命里面 当大家在为自己着想的时候 也许为自己着想所做的事情 一片祥和 我们的工作使我们的工作 使我们的事周围 使我们的内在丰富起来 错在哪里 只不过你这个 你这个丰富 确实很多人伤心 那你知道你所做的事情 那个伤心不止伤心 夺去人家所有的 其实你用自己所有 自己的起始可以得到 也就是说 他一只羊羔 我这边有一千一千只 我是不是可以用我自己的 做成兵主金方的工作 我们只看到 场面大家高兴 却不知道里面所有的 里面所有的 那为求主帮助我们 有时候我们事工做得很好 但是事工做得很好 却浪费消费掉很多神家厂里面的东西 然后用神家厂的东西 把自己装饰的很好 你看我做的多好 做的多好 那也许你做的多好 人家拍拍手 但是你所做的十分 却浪费了神家厂的一百多分 所以人家看到的是你做的很好 那你手堆积的是你自己 但是你消耗掉的是神国 神国度的很多人才 很多的需要 因为你做这些事情 烧掉很多祝福 那个就是什么 那个就是虚假 因此 拿大人对大卫说 你说那个人才很可恶 这种人 一定要照圣经里面最重的惩罚 要罚他四倍 罚他四倍 这处爱奇迹里面所说的 怎么来处罚这种问题 那拿大人就说你知道吗 那个可恶的人就是你 就是你 好我希望今天 我们在祷告会里面 只有你自己知道 好不好 我们没有人审判别人 我们对自己说 你里面很多的控告 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而那个人就是你自己 神在这上说 有两个经文 西伯来书所说的 至于那些蒙了天恩的人 有在蒙了光照 尝过天恩的人 以圣灵有份 又察觉来世 各方面 很多很多恩典 都在他身上的人 这种人都在他身上的 这种人 如果秒是耶和华 也就是说 他所做的事情 并不是为神国所做的 是为了自己 神给他那么恩典 那么多那么多恩典 在神国 也就是说 神国一个是自己 一个是神国 神国没有做神明 但是自己 修饰了很多属于自己的 要人家看到他自己 其实他是很可恶的得罪神 神说这种人就是禁于焚烧 但是这是不便宜的 毁灭没有用 没有用 那我们看 有什么人是什么 有什么是 以蒙的光照 天恩有份 什么恩典都有的 我们看大卫就是这样子 约侯法对大卫说 我告你做以色列丸 亚由给你 然后又救你 脱离烧罗罗 他说这些都是神机 所以弟兄姐妹开始细俗 你身上有没有神机 我又将主人产业撕给你 将主人妻也交在你怀里 我们看到亚希兰 其实也有可能就是本来扫罗的妻子 那亚希兰还在雅比盖之前 所以这有可能就是主人的妻子 又将以色列犹大家撕给你 本来以色列犹大是分开的 现在让他统一 你如果还觉得不足 你是我所宠爱恩宠的 你如果觉得不足 我早就还会给你 给你所需要的一切知足 为你成立家世 为你成立所有所有你需要的 你如果需要我还可以给你 但是你为什么要藐视耶和华的命令 也就是说神说我不喜欢的神 什么是藐视 请大家直接认定这个标准 就是神不高兴的事情 神不高兴的事情 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许一言一行 是表达自己的看法 但是一言一行 都成为藐视神的家 那就是神不高兴的事情 那你在这里所做的事情 请记得 行他眼中看我二世 两件事情 第一个杀了 赫人乌利亚 大家会说我哪有杀他 但是你借着谁的手 也就是说 当你借着亚门人的手 杀他的时候 其实就是你自己杀他 我们很多时候借刀杀人 又不是我又不是我 但是你所酿出来的教会的灾难 其实就是你 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要了解 你所做的还有 两件事 一个是杀了 一个是取了他的棋为棋 神说你藐视我 你藐视我 所以你必在这两件事情上 这两件事情上 得到相同的报应 你怎么杀别人 别人怎么杀你 你怎么夺人家妻子 别人怎么夺你的妻子 然后你暗中做了 神会在明处保仇 那这个就是 生命里面很大的一个基礼 特别在大卫的身上 那我们来照这个 圣经也说 You are the man 在生命里面所说的 你就是那个人 这个叫 Anointed 跟那个Deliver 就是刚才我们说 说的那些单字 我也给你 我也在这个地方 是给你 以色列跟犹大 我也将一切 你所有的都有的话 你还觉得不够的话 我还可以给更多 但是在这里有一个指示 你为什么藐视我 你为什么藐视我 做了神 所以眼中看我不好的事情 弟兄姐妹 预备这些 也许只是单字 但是单字 会一一提醒我们 每一个重点 环节 好 圣经在这个地方就说了 故事很简单 我现在做一个判断 从此刀剑不会离开你的家 还有 你的家 开始有祸患来攻击你 你把祸患堆到别人身上 现在开始 一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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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到你身上 第二个 你夺了别人的妻 我要把你的灰病 赐给别人 而且是在日观之下 被夺去的 后来发生在谁的身上 对这些过程 那就是一个人 那我们来吃起来 这些故事 是自己的儿子 那我们来实讲 这些过程 发生在这些君王的身上 弟兄姐妹你要庆幸你不是君王 君王有太多可以犯罪的点 也有太多的恩典 所以你不要吓成 祷告那个我要更高的位置 你更高的位置是恩典很多 但是你犯罪的机会就更多 你还是求知足就好了 然后我生命里面只有三点 三点 知足丰富 但是这三点也是你犯罪的点 但是比较好控制只有三点 如果你当到总统应该有三百多点 随时可以让你犯罪 那我们在故事里面 每一点都跟你自我有关系 火焰赛求主能够保守 让我们知足的时候 就魔鬼会用各种点来吸引你 只要悦你耳目就好了 那时候你要开始学习一件事情 像耶稣受试探一样 人不是靠这些东西 我要单单侍奉我的业 敬拜我的神 然后在魔鬼在他所说的 不可以试探你的神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很单纯的活在台南圣教会 很单纯的活在今天的道路里面 很多无奈的事情正在台湾 还有世界各地在发生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今天 你能够在神面前 表达你的忠心就是对的 就对了 我们看到国共的战争 其实到后来谁得到利益了 所有军人在互相打的时候 都一一死在战场 还是上面一个人得到利益而已 那个人叫做毛泽东 另一个人是蒋介石 然后到后来成为国家的分裂 或者是人民的互相的争斗 损失在哪里 他们个人又得到什么 其实他们个人没有得到什么 那是全世代的一个摧毁 那只因为我个人的需要 个人的想要 那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 神说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你已经叫我耶和华仇敌 大德亵渎的机会了 你得不到你小样 你得不到 但是你可以认罪 你认罪神还是会怜悯你 但是你要为这个说之语 付上代价 付上代价 对不起 骄傲的故事很麻烦 然后我们来看 到后来 到后来神责备他 包括这个儿子 包括这个儿子 他犯罪说这个儿子 神也让他失去了生命 那我们再相信 相信一件事 只为了个人一时的欲望 守护了代价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当中 来面对自己 You are the man 你要知道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 好 我们很快在这个地方来思想 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你去夺 后来失落就是你所做的 你用什么方法夺什么 你就在什么方法上失去什么 圣经几乎说故事都是这样子 我列举几个 第一个 哈盖叔所说的 你们一直想要赚进口袋 我就从你的口袋里面把它拿走 你为自己所做多少 就留掉多少 然后 你在生命里面 一直做 一直掉 一直做 一直掉 直到怎样 直到你没有完 你还是一无所有 但是你一直有进账 但是一直留掉 属于你个人都没有 除非你做什么事情 除非你善善取幕料 成为神的作为 那神的作为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请注意哈盖叔有讲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必震动什么 列国 你一坐在为神坐 神就震动列国 把所有财宝引到你这里来 不是你 不是你 你为什么要为自己 才着想那么多呢 着想那么多呢 第二个 敌人哈曼 做个架子 要把目的杆挂在上面 最后挂在上面的是谁 哈曼他自己 你用什么方法来制人家 如果是邪恶的话 就是制你自己 一样的 你为自己所保留的 到后来 从你身上都成为你个人的耻辱 我们在设计很多 来攻击别人的 一时会得逞 但是后来就是你自己的报应 那法老那天 跟摩西说 你今天不要再看我 如果你看我 你将要这些死亡 临到你身上 弟兄姐妹 照你所说的话 句句定准你自己的罪 请注意 自己的心思意念计谋 会定你自己的遭遇 自己的遭遇 如果你心存不良的话 结果就在法老讲这句话的 最后一次 法老所讲的话 应验在他自己身上 你说我再见你的时候 你们必死 结果摩西所说 对 那时候死会临到你自己身上 也是一样 那雅哈的故事还记得吗 狗在什么地方填拿伯 拿伯的故事还知道吗 就是侵占他葡萄园的事情 用忌 用忌来侵占 假见证人来诬告他 夺了他的地 杀了他 然后在那个地方 被亚哈侵占了 所以先自来跟他讲 就是说 你用什么方法 侵占别人 你就是你自己 还有你的财户 不是你自己 你侵吞了一个人 神会让你 你和你全家 都照你所侵吞的方法 死亦非命 而且不但是你自己 反而属于你所有的 都遭到相同的报应 其实 亚哈后来自己本身也是一样 还有 也许别也是一样 那我们来看 犹大更是如此 犹大 因为这是个人 他要是说 他要是 他要是 你意识到 你自己消费 不知道 他要是 我自己服饿了 你自己服饿了 你也义 如果我们心存不良 不要一直以为后来我悔改就好了 因为你拿了三十块钱 你以为魔鬼要你的三十块钱吗 一样的 神也不是要你的奉献 魔鬼也不是要你的钱 但是魔鬼是用钱来吊你 了解吗 神给我们机会是 神要拯救我们的灵魂 神不要我们的钱 神不要我们的钱 所以今天有机会为主摆上自己的说 不要在那边钱不够 钱不够 你要知道机会去就不再有了 但是魔鬼在这边也是告诉你说 来来来 结果一百万就投资在 很多的什么理财专家上告诉你 到后来一个一个掉落 然后神有机会引导你的时候 不搞不搞不搞 这个就是在生命里面 神一直提醒我们的 你以为三十块钱还给大祭司就好 你知道大祭司 要不要收这钱 大祭司不敢收呢 我只是用这钱掉你的灵魂 现在掉到灵魂这个魔鬼所做的 我掉到你的灵魂了 我可不敢收这三十块 因为这是血债 我如果说回来 这罪归于我 今天是你的心 要卖耶稣的是你 不是我 我只不利用你来卖而已 这世代很多人都被魔鬼利用 而魔鬼给他的是什么 满足他个人需要 这个个人需要 很可怕的 个人需要很可怕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来了解 大卫所需要是什么 大卫所需要就是走在神的道路上 那大卫为什么会失落 大卫就是因为 他是一个战士 没有战可以打的战士 就会开始 模糊敌人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在这世代 我们选举也好或是什么 对国家也是一样 教会如果是一个战士的话 一个军人不打仗 敌人模糊了 下一步他就开始 连自己也模糊 我们全体军人如果一致 有一致的敌人 我们就会强大 今天中华民国不打仗了 所以现在军队在做什么 扫地 还有什么 仲裁 还有 现在军人不打仗 他们只剩下一个地方就是 写公文 考试 才能够升官 我先不是说我们军人不对 我们还是要有军人 只是一个军队不打仗 他就没有办法去考核一个人是 是否忠心 一个忠心的人 在打仗的时候看得出来 但是一个不打仗的 军队 到后来只好 自己跑 跑那个 夹缝往上走 我今天也是说 我今天也是说 一个牧师 如果在教会里面 教会不挣扎 那牧师怎么来面对 他的 薪水 了解吗 教会不挣扎 教会不挣扎 感谢主 教会去年50人 今年 没有什么进步 也没什么退步 今年 三家媳妇 生了三胞胎 所以我们到52个人 感谢主啊 专家媳妇 你这种感谢主 就说 没有意向 就会放肆 一个军队没有意向就会放肆 大卫那天 没有打仗 他就放肆了 一个军队不能没有打仗 那我们今天不是好战的 的 我们的打仗敌人一直都在 知道吗 我们今天不是好战之子 我们不是要对外面打仗 我们军人 我们的军人 我们的职分就是属灵的战争 我们的敌人是谁知道吗 是魔鬼 是魔鬼 魔鬼会让你某一个地方赢 好让你骄傲 所以在战略上你要搞清楚 我们不能只是战术 战术是 你看我又得胜我得胜 用这种方法得胜 其实魔鬼就是要让你得胜 因为魔鬼战略要让你得胜之后 你整个陷在里面 你太厉害了 又做到这个主席 又做到那个位置 做到那个位置 你都通通得胜了 你太厉害了 魔鬼拍拍手 从此又塑造一个 攻击教会的人 弟兄姐妹 今天在这世代里面 我们的战都不晓得 敌人是魔鬼 我们都以为 得胜的是我自己 而不是神的家 而我自己 会对自己描述 我很忙了 我今天还要忙什么 你知道吗 我不是忙我的工作 我是忙事工 你今天我今天还要去那边讲道 今天还去那边讲道 今天去查经 没有一个事工是属于教会的 都是 自己的 魔鬼又给人很多的团体 而那些团体会让你 很高兴 我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 然后塑造 我们跟教会不一样 对 魔鬼又得胜 又得胜 今天在战争里面 求主能够保守 大卫失去的意向 他就成为故事里面的败坏 我们说过要把 这个等一下最后再说 我们要把故事 一个一个 让大家能够知道 整个大卫的故事 上礼拜 我们要把 讲道大卫 攻下的 从耶布斯人打下的耶路撒冷 有没有 他说他最恨哪两种人 虾子跟茄子 这不是恨这两种 而是 敌人用这两种人来嘲笑大卫 好OK 那后来 大卫 攻下耶路撒冷 从此 耶路撒冷成为大卫的城 下一步 大卫就很高兴说 我接下来就是要把 耶鬼扛入大卫的城 然后 故事里面发生乌撒事件 然后 因为乌撒事件 所以乌撒被打死了 因为他们用 车子 来扛 来运 耶鬼 然后乌撒在那边 请擠之下 后来大卫知道他错了 不应该用车子 那我说做了什么 就把他换在俄别移动 结果 三个月来俄别移动 被神大大祝福 大卫说那不行 我要把他运回来 再运回来 另一件事情就是 迷甲的事件 这个大家是了解 从进入大卫的城以后 大卫就开始思想 我要为 神做一件事 这件事情 成为 很明显的 大卫是为了神 不是为自己 OK 我要为神建造圣殿 那神后来告诉他说 我喜悦你的心 但是你流人血太多了 增长太多了 我要兴起你的后裔 我要兴起你的后裔 来建造圣殿 然后 然后 接下来就是大卫 从此以后 神 帮助大卫 一而再再 再生了 打圣仗 打败了 弗利斯人 摩亚人 这个有个好好笑 就是 打败摩亚人之后 叫那个 葫芦一个一个留下来 每个人都趴在地上 用神来量他的身高 量一神的留下来 量两神的都把他杀了 所以 我们要不要长高一点 弟兄姐妹 来量一下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太强敌人要把他杀了 然后亚人人的故事 两次 一次少了 少了两万二 一个少了一万八 在严谷这个 在神经里面 也特别讲到这个 这个故事 然后在移动地涉体 也就是他的国势越来越强 然后涉了约亚将军 要背哦 约沙法使官约沙法是亚比亚他的儿子 亚比亚他就是亚西米勒 所以在这过程里面 还有撒都亚西米勒 他是亚比亚他的儿子 是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了解 这些都要记得 因为以后还会发展出他们的故事 然后这个 后来 善待 米辉坡舍是亚拿丹的儿子 他的仆人是喜巴 这个喜巴要记起来 因为以后 他会 骗他的主人 那我们把这些故事都记得 然后 接下来就是 亚摩人 他呢 藐视大卫 把大卫派起了死者 的胡子都剃掉 就是藐视了他 然后大卫就 保守他的仆人 让他们 胡子都长起来 所以 犹太人 是要留胡子 是他们的尊贵 我们去 去 耶路撒冷 发现他们都有留胡子 好 那 在这个地方 因为他藐视大卫 大卫就 就洗打他们 然后亚摩人说 我才不怕你 我在找亚兰人 再来联合 结果 你找越多人来联合 死的越多 亚摩人跟亚兰人 都敗了 然后这一切 打得那么好 打胜仗 全部都打胜仗之后 才发生 88的世界 你可以 在这一切 你会输给一个女人 今天我们要 要不要做英雄豪杰 听众姐妹 在今天的故事里面 神赐给我们每一个都是最美好的 但是 什么时候回到自己 没有路 只要一没有路 你就放肆 所以有人说 我们教会怎么那么忙碌 怎么那么忙 每天还有新的新的 幸好我们教会 每天都有新的 所以 所有同工 都非常的忙碌 敬敬业的 一直往道路走 所以我们同工 没有一个人有空犯罪 没有时间犯罪 没有时间去想别的 没有时间去做个人 骄傲的 每个人都在这当中 赚的钱也不多 然后施工又很多 然后得胜的事情 又让我们一直往前 然后很多单位 看到我们得胜 又要叫我们一起来配合 我们就一直往前迈进 你一点时间为自己着想的机会 都没有 我要恭喜你 你在这面前是 在这面前是什么 一美好战你打过了 单跑的路你一直在跑 索性到你所住了 还有你没有时间 去想一个人的需要 所以我们 在这里谈生教会 没有一个人 能够有自己的骄傲 没有一个人 能够非凡腾达 属于我自己的 弟兄姐妹 下礼拜 我们会 从明年开始 其实最近的同工会 今天我稍微讲一下 我没有弄出来 我们明年会开始一个 祭奠勇士的一个计划 不属于小组长 不属于职事 不属于牧者 只属于愿意在神面前 一起来奔跑的人 这种人有可能就是小组长 也有可能不是小组长 也有可能就是小组里面 重要同工 但是他一出现 就让神的家 成为最大的住户 神要的是什么 300 神说 你店里四五十万人 这边三万人 四五十万三万 神说太多了 免得你们骄傲 怕的就先走 走到两万两千 剩下一万 一万对四五十万 还是 神居然说什么 还是太多 还是太多 我只要我要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 等一下出去之后 我们看看大家怎么喝水 不是 不是方法 神其实早就 早就已经决定是要哪些人了 只不过让他们有个感动 神说照这模式我指点哪些人 就是哪些人就要 所以弟兄姐妹 神会要 你真的 愿意在神面前 一起向前奔跑的人 人什么时候开始我自己我自己 你会一辈子 其实弟兄姐妹 我们这边六十岁以上举手 六十岁以上 感谢神 请幻想 我跟大家讲 再吃不多久了 但是 但是 如果我讲这件事 我自己 我自己很深刻的感受 但是每一天 活着为耶稣 你每一天就如同一千年的喜乐 你每一天 就是好几倍的祝福 所以你必须 不要再浪费时间说 等我有空 拜托 你几岁了还等你有空 弟兄姐妹 所以你五十九岁 不要在那边说 嘿嘿 我还没六十岁 弟兄姐妹 每一个人没有人知道 自己的将来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知道 其实在生命里面 我们在拼命 我两天前就感冒了 但是我一直跟神说 祷告 让我能够去台中开会 让我在那敢歌剧 然后再整个 然后今天早上 给我给我 能够做什么 我只有想到 我不会自己保留什么 能够拼 我就拼 但是我还是告诉你 其实 我很累 但是 我在神面前 重新 得力的感觉 让我很兴奋 我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这个以前讲过 就不浪费时间讲这个 那我们今天要专心讲这一部分 请记得 雅蒙人 藐视大卫 从那天 谁藐视神的家 谁就 在 相同的事情上 全然败落 八十八 乌里亚事件 就回到今天所说的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神面前 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看 你就是那个人 好不好 你说我才不会做这种事 弟兄姐妹 你还没有资格做这种事 大家了解吗 你还没有资格做这种事 我才不会犯这种错 你之间那种事 我才不会 看你的长相 看就知道不会 你如果像林志玲那么漂亮 你会不会有绯闻事件 会有很多 从以前到现在 你如果像谁那么帅 那么帅 他就很多问题 你如果像那个 那个 有钱人 我们不要指名字 你就会发现他的家产 他的什么 一大堆问题 你要感谢神 你长得很平庸 然后感谢神 你的身高是一个绳子而已 不是两绳 你要感谢神 你一切都很平常 弟兄姐妹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你会很快乐 知足 你会听得见神的声音 你听得神的声音 你不是 像大卫那么笨 你是还没有资格 向大卫 喷那么多事情 大卫喷到 一千多件事 你大概喷三件就好 你只要管好这三件 你就是神的 恶逆了 你要很感谢神 你要很感谢神 在我们的故事里面 我们能然在进行 神在我们身上的考验 但是很奇妙 你虽然不像林志银这么漂亮 虽然你不像 什么 那么帅或什么 但是自从耶稣基督在你里面 你就比他们漂亮了 阿们 你就比他们还帅了 因为你批上基督了 你觉得基督帅不帅 帅啊 真的 你批上基督 人家看你 人家看你在看林志银 人家说你比较漂亮 因为你真的成为他的祖父 你也没有机会跟他讲话 那我们今天也在神面前 对不起 我不是 我不是喜欢林志银 我只知道这个人而已 所以每次举例都知道 举这种例子 人家告诉我说哪个明明明 我都不认得 但是我知道林志银 所以每次都举这个例子 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请记得一件事情 请记得一件事情 今天 你很平凡 要恭喜你 你没有机会犯罪 然后如果你也在神的家里面 非常的被重用 什么事情都要你做 你看头像 你如果不做的话 你过六十岁七十岁 你想做也没人要你做了 知道吗 你如果愿意的话 你到八十岁 人家都要你做 那我才不愿意 我才可怜 八十回不叫我做 对不起 如果八十岁 还有人要你做 你真的要偷笑 笑到什么 牙齿都掉下来 我跟你讲 这要漏的海 我向神祷告 真的 求神 给我一些面子 让我到老都能够侍奉他 让弟兄姐妹不要嫌弃我 让我在这条道路里面 真的 一起平 这样我会 永远得着力量 而且永远喜乐 外面什么 一点兴趣都没有 真的 跟我出国人都知道 要看什么看什么都没清楚 现在去看教会 哇 真的 体力 精神都来了 现在看什么 什么特别的一个 分享 真的好高兴 現在要灌街了 你們去就好了 弟兄姊妹 在故事裡面 在生命裡面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滿足 最滿足的就是 我們有一群這麼可愛的弟兄姊妹 在我們四周圍 而且我看每一個人都很漂亮 每一個人都很帥 而且大家在一起的時候 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鼓勵 每一個家庭是彼此的這麼的好像扶持 我就在神面前常常感謝 弟兄姊妹 先知在告訴我們這些話 請大家能夠記得 你什麼時候開始有自我的意念 魔鬼已經成功了 你開始有批評 有開始嫉妒 魔鬼會把更多的資料給你 你看他實在很糟糕 你以後真的是最棒的 你才是最棒的 你唱歌 他們怎麼能夠跟你比 你做這個沙塔的外面都不行 只有你這個 弟兄姊妹 到後來你會越來越自我 然後回來會自連的心 自連的心 求主再次保守 今天我們只願意神的教會得榮耀 其他都不在乎 這是一個賢命的故事 我們請牧澤山來 我希望在故事裡面 都能夠有這樣的感動 聖誕節到了時候 我們知道 神 容許 容許西律 去把他裡面的東西挖出來 才證明西律是錯的 所以耶穌來讓很多人心顯露出來 其實神就是要讓人的心顯露出來 因為神說 在天國不要這些人 在神的家不要這些人 在神的家人要很少 但是每一個都是完全人 但是我們沒有一個人是完全人 所以你們每一個人 包括我都要死 都要死 都要讓耶穌基督活在我們裡面 只要耶穌基督活在裡面 你每天快樂 每天活潑 有盼望 很多人已經嘗到這種滋味了 有沒有阿門 你夜為主而活 你每天都快樂 而且活在盼望裡面 這是因為你已經死了 你沒有興趣去誇這些東西 你只要神的家 你只要神的道路 你只想要征戰 在征戰裡面 你只想要神的名 神的名 記得喔 所有征戰都是為了主的名 為祂的名引導你走一條義路 那條義路全部都是打仗的 死因的有故 祂的戰 祂的肝會引導你 然後在敵人面前 你會擺設宴席 記得打仗 打仗 你一個軍隊不打仗 一定是潰散的 一定是開始打自己人 敵人不明顯 把戰友都當敵人了 互相消滅 這就是很大的危機 這就是人的故事 我們一起起例 讓神在我們生命裡面 很精準的 很精準的 讓你成為一個神的仆人 攻擊 也許奈何不了你 但是誘惑 對你來講 太容易了 這就是問題 批評別人 對你來講 又很犀利 看自己 好像什麼都沒錯 但是神卻要告訴我們說 你就是那人 那時候你會安靜 你會安靜 但是你也不要像扫羅一樣 我知道我錯了 但是你還是抬舉我 大衛在那天完全不一樣 大衛知道他錯了 他懇求求你攔阻你的仆人 不要讓我放任意忘為的罪 你願意做這個仆人嗎 你願意被神這樣完全修剪嗎 你會一輩子的 成為真正喜樂的人生 一直到八十歲 你仍然滿了紙漿 仍然一直為神而活 這就是神所交灌的神明 祖父 弟兄姐妹 這是一個邀請 一個禱告 你要在神面前更新 要在神面前被神破碎 為主而活 你可以到前面來 我們要為你禱告 我們希望在故事裡面 這些故事 都在提醒我們 曾經有過的罪 曾經有過的要寫下來 不容罪也在瑕疵我們 不然這個罪太容易瑕疵我們了 只要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好 魔鬼就把這種好 越來越提供你 然後魔鬼告訴你說 那些那些那些阻擋你 把他們消滅掉 整個教會 開始富士富怒烈 但是我們知道 真正的屬靈是 和睦同居 真正的屬靈是 真正的聖靈工作是 合而為一 真正基督的奧秘是 同為後世 同為一體 讓神在我們當中所做的 魔鬼對我們毫無辦法 毫無辦法 因為我們彼此相愛 阿們 每個人為自己禱告 神會啟示你 神會厭重你 神會讓我們查驗我們心裡面 祂會向兩人的劍 刺入你的心思意念 剝開這一切 讓你看見神 讓你看得見 哈利路亞 主謝謝 主願你勝利很高才能當中 主啊求主你在我們生命裡面 對我們每個人說話 讓我們在你面前深深知道 我們哪裡得罪你 也讓我們知道 人的問題太可怕了 但是活到 回到神面前 一切又變成非常的喜樂 親愛主耶穌我們謝謝你 在你面前 我們的禱告 我們要像摩西一樣 但是當他 就讓一生 只剩下牧羊人的身份的時候 他不再有埃及王子的身份 他什麼都沒有了 那時候神你對他講話的時候 他就是那麼卑微在神面前 那麼卑微在神面前順乎 也那麼卑微在神面前聽從 他所講的話 每一句都是絕對的為神而做 以後他所講的每一句話 每一句話 每一句話 全部都是為神 普天下就是要看到有耶和華 在我們當中 主耶穌求主你幫助我們 生命對我們來講 已經沒有害怕 只有一件事情 我們怕得罪你 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今天在神的家 你已經讓我們蒙得光照 你已經讓我們 常過天恩的智慧 你也讓我們 體會到很多聖靈特別的工作 全部都有了之後 人家開始稱讚我們的時候 求主你幫助我們 更加的知道 這一切 本來都不是我 是耶穌基督在我裡面 而我已經死了 如果我已經死了 人家稱讚我什麼 已經不在乎了 只有一件事情 繼續向著標杆直跑 主耶穌幫助我們弟兄姐妹 一直向著標杆直跑 一直都沒有停止 沒有嫌淚 也沒有嫌任何抱怨 也沒有嫌自己的缺乏 只有一件事情 今天能夠為主擺上 我的錢 我的能力 我的心思 我的意念 我的時間 全部都是主的 但是我們真的這樣去做之後 我們發現 越來越多 我們就發現 我們時間比以前更多了 體力也比以前更多 意念比以前更豐富了 我們就發現真正的喜樂 就在這當中的豐富 主耶穌讓這世界不要困擾我們 也不要捆綁我們 讓我們活在神家裡面 用喜樂彼此相連結 謝謝你 這麼愛我們 今天我們站在這祭壇當中 聖誕節到了 很多人因著這樣來到教會 主耶穌幫助我們今天晚上 還有每一天 都能夠讓你踏入教會的人知道 這裡就是神的家 這裡果真的有耶穌基督降生的喜樂 在這當中所報的好消息 就是救主 就是主基督 今天我們來到你面前 主耶穌讓平安 令到神所喜悅的人 我們今天在你面前 祝啊 我們希望我們成為你所喜悅的人 我們再次奉主耶穌基督 在宣告你的名 你的名 在我們所走的道路 跟我們全家 在我們所有的意念 在我們所說的每一句話 你的名 願人都遵你的名為聖 所有聽見 所有看見的人 看到我們在裡面所活的 都尊耶和華的名為聖 把榮耀都歸給你 引導我們今天在你面前的分享 還有 我們雖然忙碌 但是我們知道 你拣選我們 凡有的還有交給他 主耶穌我們很高興 你繼續交給我們的事 不會超過我們所能做的 但是 卻一直在擴張你的講解 謝謝你 謝謝你 因為你是你 這次不但攪灌在我們當中 而且運行在我們當中 追溯我們知道 當你運行在我們當中的時候 是每一個人 沒有一個人失落 而且每個人都被連結 主我們在這裡 我們專心等候你 也享受你聖靈在我們當中所做的 讓我的心思 讓我的一年完全不一樣 讓我在前面的看今天跟明天 也完全不一樣 讓我看到我的錢 我也知道用法也不一樣 看到我的時間跟我的 schedule 我的安排也將會不一樣 看到那些以前吸引我的 我知道什麼東西該丟掉的 我應該要趕快把它丟掉 凡事挟制我的 隨時幫助我趕快調整 讓我在你面前得以自由 再令你得以自由 因為聖靈就讓我們在真理當中得到自由 謝謝你 這是你給我們的信息 你給我們祝福 獻上感恩 保守我們全家的敬拜 是你所喜悅的 全家的侍奉 更是你給我們唯一的答案 最安全的答案 謝謝你 獻上感恩 祷告 奉主耶穌基督名求 阿們 我們把融化歸給神 用喜樂心來領受 來領受 在生命里就這樣昂高 用喜樂心來看見 神今天正在教授我們的 你們有嗎喜樂 好 聽朋友姐妹在什麼 獻上感恩